一个东山再起的富人,在聚餐时朋友问他,再次成功的秘密是什么? 富人笑了笑,认真的回答道,首先我为了节省时间,远离了无意义的社交,这让我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。 其次为了打开眼界,我主动学习创业和成功的思维,这些让我在以后失业的决断中少走弯路, 还有我为了提升情商,努力提升口才和沟通技巧,这样我在和客户交流的过程中稳战凹头, 再次为了锻炼智商,我每天工作学习12小时以上,丰富自己知识和阅历的同时,让自己变得更聪明。 最后我为了规划我的人生,制定了一个三年的财富目标,做到了这几点,只在半年以后我就发现过去的自己就是个笑话。 这个蕴含智慧的故事告诉我们,只有从思维层面上,深视到自己的不足并加以改变, 才能在各个方面提升自己的能力,快速积累财富,让你在商业经营中获得成功,你认同吗? 认同的点赞关注,谢谢大家。